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正在逐渐的下滑当中 截至到2024年的8月份 大约是有680万的青壮年男性没有在工作 造成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包含了教育程度不足 薪资过低还有长期失业导致自我认同不足等等 专家表示这个趋势对于美国社会经济或者说政治的体系来说都是一大隐忧 美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正在逐渐下降 尤其是25至54岁这段通常被认为是黄金工作年龄的男性族群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 有一个超级工作人员 可能会在工艺工作 什么感觉是这不是疫情的状况 这不是灵状况 因为技术的发展 因为中国竞争 你会有很多工艺工业 在哪里位置的地方 在哪里的地方 变成了狗地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 截至2024年8月 13.7%的青壮年男性没有再工作 同一数据在1954年时只有7.2% 多了将近一倍其中有一半的人表示技能过时缺乏教育和培训等都是阻碍他们进入职场的原因之一 大大的影响是在非学校教育的群职 在他们的能力进入职场的职场的影响 在职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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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 被所谓的第一季的职场的职场 是为了我们的社会 为了我们的社会 为了我们的经济 为了我们的政治系统 现代社会万物飞涨 唯独薪水没有跟着涨 自1973年以来 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 年收入从约58000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45000美元 薪资过低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对此专家指出 仅仅调整社会福利计划 只会造成躺平足更多的依赖性 治标不治本 政府需要采取措施 提高经济成长 改善薪资结构 和提供更多的培训计划 以减少这股男性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趋势 记者陈明俊 邓邦冠综合报导